Hello,大家好,我是雅丽 我们在这边马上呢,孩子就要放圣诞节的寒假了 这段时间呢,大概是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大家都开始制定自己的出行计划 我们也问了很多学校里的老师和身边的朋友 他们最推荐的地方是日本 然后呢,我们其实对日本也比较向往 因为也有亲人在那边工作生活 也想要去那边看一下 然后这边清迈呢,他们很喜欢日本的 这边日本的食物是很多,餐厅也很多 你去到商场的话,一层楼 十家餐厅可能有五六家都是日本餐厅 然后呢,这边60%的泰国人好像都是去过日本的 其中又有90%的人甚至是去过两次日本 所以呢,他们一听到你们要去日本 那他们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告诉我们的是流程非常简单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下小红书还有B站 就是很多博主都告诉我们有很多资料需要准备 那可能是针对国内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去过的朋友都是告诉我们 非常的简单,就是需要递交的资料 而且说很方便 他说你想去就去啊,这边资料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就说还不如自己去亲自跑一趟 看看具体需要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去日本是必须要先办回头签的 那我们就是在办理回头签的时候 当天因为人民局离日本领馆是非常近的 那我们就是在等待回头签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了一趟日本领馆 然后详细地了解了一下需要的资料 在清迈的日本领馆 它是有很详细的一个服务 那么它也把中文的一些资料都放在那个柜台上 就很方便 那么在泰国的北部就清迈啊一些地方 包括它有九个府 我们中国人去访问日本 在这九个管辖区内呢 都是可以在他们管办理这个签证的 去日本的签证 那么单次的签证呢 像我们第一次去的话 它一般是停留15到30天 这个由日本领馆根据递交的资料来决定你停留的时间的 我们是第一次申请去日本 那么只能是申请单次 那单次以后 你要第二次去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三到五年多次往返的这样一个签证 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清迈这边我们要申请签证的话 是需要提交一些什么资料 那么我们最先还是要到日本领馆 大家如果在泰国办了回头签 当签证的时候 你就去日本的领馆拿一下 就是所需要的那些资料 它都复印好放在那里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领取就可以了 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资料有以下几种 跟大家先念一下 最后呢我会给大家附在后面 大家可以自行领取 那么签证手续所需资料 第一个就是它的签证申请表 给大家看一下 签证申请表是这个样子 有两页 但其实很简单 就这样的两页 那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一份中文的 是我们跟日本领馆里面的工作人员要的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就给我们了一份这样的一个模板 然后呢大家就看后面有一个酒店名称这里 名称或者有人姓名 如果是大家有朋友的话 就可以详细的填写一下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大家就在日本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搜索一个酒店的名称信息 填写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就是日本领馆的工作人员 建议我们在地图上找一个酒店填写一下 就可以了 很简单 然后这些信息都是 还有一个就是居住的地址 你们在泰国居住的地址 也是要详细的填写 尽量详细 这个就是签证的第一项 大家要准备一张照片 是数4.5厘米和3.5厘米的一个白底照片 然后呢是六个月以内你照的一张就可以了 因为它要贴在那个申请表上 第二个呢就是质问表 那质问表呢其实就是简单的一页 然后回答的也都是耶索能 然后呢信息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你的护照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 你在日本有没有什么朋友啊之类的 就是很简单 大家拿着那个Google啊 这些翻译器翻译一下 应该是都可以填得出来的 如果是大家对信息的填写不确定的话 可以像我们一样 就是拿到表之后呢 就在日本领馆里面就开始填 填完之后可以请领馆里的工作人员看一下 就审核 简单的审核一下 如果是没问题的话 你再带走 然后去进行资料的提交 那么这两项过了呢 就是我们护照 然后要带着原件去 我们的护照的有效期 一定要在六个月以上 因为我们孩子不是前一段时间 就已经不满六个月了 我们还等着护照重新换发了之后 才申请的日本签证 我们的签证的剩余页要在两页以上啊 如果是没有的话 也要需要换新证再去申请签证 并且呢就是他提到的 我们刚才说的回头签 大家还可以先去办 如果是决定去的话 把行程定好之后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计划 先去办好回头签 这样会更快一点 那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提交租赁合同 那么当时我们是印了合同的一整本 那其实递过去的时候 他只需要第一页 就是最初的那个合同和签字的那一页 然后后续的一些附件啊 这些他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很简单 然后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他的租期要在三个月以上 像我们在泰国是租了一年的房子 那很轻松就能过 一定要是三个月以上 如果你不满的话也是不可以的 那第五最简单也是大家要跑一趟银行的 就是需要大家有六个月以上的银行流水 那还有第六一点呢就是复日的一个日程表 需要用英文写清楚你每一天的一个日程规划 包括日期停留的城市 然后呢具体要去参观的景点或者是活动 那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软件来说 你可以用AI智能就帮你形成这样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计划 然后呢是填写在他这样一个单子上 日期你要去的地方 然后你要去参观的景点和一些简单的行程 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来读书一定要办理的一个亲子双认证 比如说有两个孩子呢 大家最好是印两份过去 因为他可能一个孩子要放一份在里面 如果是一个家长对两个孩子呢 应该是一份就够了 但是我建议还是大家印两份 这样呢比较保险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家目前是印了两份过去都交料的 分下的几项呢就是商务签证 就是如果大家是商务签证的话 可能需要提交你的工作许可证 复印件呀 还有你的在职证明等等 包括你的职位 你的在职期限 还有你的工资收入 或者是你的休假假期的这些可能会需要一下 如果大家是商务签证的时候 第一次去拿这些资料空表的时候呢 大家去问一下具体还需要些什么东西 那还有第九就是学生办理呢 要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去学校去拿一下再读的一个证明 所以呢这个也还比较简单 去学校领就可以了 第二次可能就是三到五年的一个多次往返了 这样就真的是很方便了 全部准备的资料我会最后付给大家 整个审核从你递交资料到拿到证件的时候呢 就是五到七个工作日 我们上周递交的资料今天就拿到了 你不要出什么岔子的话应该是很顺利的 从递交资料到拿到签证 其实真的就只有一周的时间 真的非常的快 而且很便捷 当然除了回头签 回头签呢在泰国这边因为外国人太多了 所以呢大家去办理回头签的朋友们就去早一点 那签证受理的时间我简单的说一下 它周一到周五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然后取证的时间呢 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一点半到四点半 那法定节假日因为泰国这边的节日也挺多的 法定节假日除外哦 大家不要白跑一趟 那签证费最后说到费用啊 费用呢是单次签证是790泰铢 我们家今天交了3160泰铢 也不算多其实已经很好了 你不用去找中介又去花一些费用 大家办所有的事情的话 能自己跑就自己跑能省很多钱的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和学校里的同胞们聊天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自己被中介坑了好几万人民币呢 所以呢我还是在这里建议大家 能自己办的话就自己去办一下 因为真的现在服务都是很周到的 那么我们今天去拿这个日本签证的时候呢 我还发现了一些非常荣幸化的一些东西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日本人协会他们印制的一些资料 我看着很暖心啊 要是我们自己国家有这样的东西就好了 这是一个就是青麦的一个大的地图 然后呢它在上面都标注了很多 就是大家需要关注的医院学校寺庙 或者是一些餐厅 或者是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各个国家的领事馆 大型的商店还有集市 因为青麦这边的集市很多 也非常的有特色 它都标的非常清楚 或者是一些和日本人有关系的东西 它都很清晰的标在上面 非常的贴心 然后它有自己专属的一个推特啊 Facebook这些 它都很清晰的标在上面 然后反面呢 它就是各种玩的吃的 都是标的很清楚哦 你看日本的餐饮 还有呢就是民宿 还有玩的 你看大象营 它在上面都有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 日本的这种服务 由内而外的感到羡慕 你在一个异国他乡 然后去自己的领馆 拿到这样一份东西的时候 我一下子 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有点感动的 就是他们做的这么详细 别说日本人用得到了 我拿到这样一份 我就发现好多地方我还没去过 我可能会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一份东西 非常感谢日本领事馆给的这些资料啊 非常感谢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拿到之后啊 就会给这样的一个领取证 就是我领到了自己的一个签证的一个证明 那总的下来呢 我觉得日本签证至少在泰国北部 就是清迈这边 我觉得办理都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朋友们是在国外来办理这个事情的话 大家不用去搜小红书或者是B站呀 这些就是大家在国内的博主发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在这边办理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这边办理也非常简单 下一次呢我们可能回来之后 会马上去办三到五年的一个多次往返 到时候呢我再给大家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多次往返的资料 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都达同效益 然后国外旅居在其他地方的朋友 如果看到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个对比 如果大家还有在其他国家办理签证的 这样一个想聊的话题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一起沟通一下 给我一些学习和具件的地方 谢谢大家 好 沙瓦迪卡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